男人未进鬼子医院偷棉被 静一脚踢中小弟的腰子 试图以看病的理由混进去 可没想到却还是被守卫拦下 这是给太军瞧病的地方 赶紧走 一听只给鬼子看病 马三炮当即就有了主意 他们找到一个喝醉酒的鬼子 然后二话不说直接一顿暴走 为了不引起守卫的怀疑 马三炮便让小弟扒下伪军的衣服 接着嘱咐他们在后墙等着自己 不管刨块扔出啥都给我扛过来 明白没 随后 换上军服的马三炮 便推着被打晕的鬼子来到医院 太军生病了没看见吗 还不等守卫反应过来 马三炮就顺利的进入医院里 而看到这一幕的医生 也是立马将推车上的鬼子带去治疗 一定要把太军救活呀 太军是个好人 再等医生全部走远后 马三炮便开始观察周围的景色 结果一转身就发现了阳台上的棉被 两眼放光的他立马朝二楼走去 趁着四下无人之际 马三炮赶忙捞起护栏上的棉被 然后一股脑的全往后墙丢去 而下面的小弟也是乐开了话 可就当他去偷晾医生上的棉被时 却刚好被路过的鬼子撞见 嘿 什么地干活 有个皇军生病了 说想脱药条背 皇军 哪个病方 见马三炮迟迟不可回答 鬼子当即就要去看看生病的皇军 眼看到了这个地步 马三炮只能抄起一旁 静止砸向鬼子的后脑手 为了方便偷更多的棉被 马三炮索性换上鬼子的君子 随后大摇大摆在院子里聪明 可就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时 一双手却突然拉住了他 太远 我老婆现在发烧没多 现在需要你帮帮帮帮帮他 救救他 下小二楼的鬼子已经醒过来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马三炮便放下手里的灵灯 赶忙朝老汉的病房赶去 当看见门口的鬼子离开后 马三炮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可老汉却让他赶忙瞧瞧床上的病人 马三炮虽然什么都不会 但靠着身上的鬼子军装和精湛的眼睛 硬是把老汉忽悠的团团转 为了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马三炮当即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发烧 发烧 热 热 被子 我又该 要拿出去 要晒 明白了 明白了 气开去 快快点 快快点 老汉赶忙收拾被子准备拿出去晒 可他刚走出房门 就被屋外的医生当成是偷棉被的罪 快来人哪 而看到这一幕的马三炮 便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可他刚来到大街上 就被巡逻的鬼子撞捡 好在身上的鬼子军装让他躲过一劫 而这也让他更加的嚣张起来 就在马三炮思考下一步计划时 却刚好遇见欺负乞丐的店家 于是他想都没想就走不上去 还不等店家反应过来 马三炮就做出拿钱的手势 让店家把钱都掏出来给起来 马三炮没想到鬼子军装这么好使 恰巧街上的伪军在欺负老百姓 马三炮见状当即就一脚踹了上去 可这一幕 却被路过的鬼子军官看在眼里 接下来可就有好戏看 有好戏看 有好戏看 你好戏看 你好戏看 没准备看 我有戏看